來我們看到陳柏惟 其實呢 這有他有做個民調 說罷免的案的民調 不會參與罷免的高達 百分之六十九 那會參與罷免連數的是二十 難道他是看到說 不會參與的人蠻多的 所以他認為他不會過關嗎 所以還很放心 去講這些蕭惟嗎 甚至他去參加大港開唱 跟陳其邁一搭以上 去參加大港開唱 漢田你怎麼看 他自己的事情不管 然後去管這些新疆的議題 然後呢去大港開唱 然後呢又不管說 台中的空污的問題 他會不會覺得是 穩啊 不會過啦 他如果如此囂張的話 最後就讓他看看 什麼是民意的反撲 跟讓他看看 什麼叫做得不償失 我們發現 不論是陳柏惟也好 或者是這些民進黨的人 過去我很喜歡講一個例子 就是說如果有一個人呢 對自己家裡的爸媽生病了 不聞不問 結果天天在臉書上 在IG上炫耀自己 多麼照顧非洲兒童 說自己很善良 這樣的人必是偽善 他不是真的善良 民進黨面對台灣 正在發生的人權迫害 民進黨自己修惡勞基法 勞權倒退 民進黨執政下面 台灣的漁船 被美國的勞動部認證 在使用同工 強迫勞工的這個漁獲的產品 民進黨完全都看不到 民進黨執政底下 面對這一些的人權侵害 民進黨完全都當沒這回事情 然後去關心遠在新疆 遠在香港一些不存在的事 民進黨自己製造了一個謠言 然後自己感動自己 就說你看大陸好可惡 我們好了不起 我們很關心它 你自己做了一個夢 然後你活在夢境裡面 覺得自己很偉大 這就是西方國家跟民進黨 現在在幹的事 那麼他們的這些所作所為 正好看清了 他們選前口口聲聲所謂 台灣優先 那結果好像不是啊 結果他們每一天都是 香港優先 新疆優先 只愛香港人 只愛新疆人 但是他不愛台灣人啊 否則為什麼台灣現在最關心的幾個議題 他一樣都看不到呢 剛才老師說了 大陸的這些事情 其實早就已經攤開來 歡迎大家來檢驗了 只不過呢 再多的學者媒體 甚至是外交人員 到了當地一樣 視而不見 見而不報 報而也不信 所以就連大陸新疆本來的網紅 也都已經拍片了 兩年前就拍片 跟他們說新疆棉花怎麼採收 但是台灣的中央社還在講說 這個很有可能都是 什麼突然突然冒出來的 很有可能都是找靈演的 所以就算報給你了 你還是不信啊 好 所以這些事情 民進黨他只能夠用這種謊言 用造假的方式去欺瞞跟欺騙台灣人 但台灣人真正關心的 比如說這些核電的問題 比如說能源或者是藻礁的問題 我們發現民進黨竟然如此的反制 多麼的反制呢 連美麗島電子報都做出來的民調 告訴大家說 四成都是支持重啟核四的 然而蘇貞昌還在怎麼樣來唬爛 告訴大家 想說這個核廢料的問題 要問侯友宜 這個問侯友宜幹嘛呢 那如果侯友宜說OK 你就OK嗎 那侯友宜說OK了你也不OK 那你問侯友宜幹嘛 核廢料的事情 實際上經過安定固化再處理 他就好端端的停在核四的儲存廠 空間裡面 好好的放了幾十年 都不會有任何的毛病 台灣的社會已經完全病了 就跟國際社會其實也是病了 是一樣的 大家寧可相信什麼情色導演 三流導演這些作家 然後一些奇奇怪怪的人 還有政客編造核四會爆炸 也不相信國際原能會 也不相信國際核子學會 對台灣核四所做的安全檢驗的報告 也不相信實際就在核四裡面 工作的人的台電的人的實際的報告 大家寧可相信從來沒去過新疆的人 然後隨口胡州新疆有培訓營 也不相信在新疆努力工作打拼 然後來親口告訴大家說新疆的真實狀況 大家寧可相信伊拉克有大規模的殺傷性武器 然後都不願意相信這是美國的騙局 所以台灣還在相信民進黨的這套謊言的人呢 應該要覺醒 好啦 那麼實際上 因為民進黨要支持所謂的非核家園 到目前我們已經付出了非常多的代價 其中另一個代價 電價上漲 大家可能現在都已經習慣了 不要忘了2016年以來 台灣到目前為止 我們每個月繳的電費 其實是在增加的 為什麼 因為你用綠能就會比較貴嘛 你要搞風力發電 我們花了兩兆搞風力發電喔 結果沒有風的時候電力就是零 兩兆就這樣打水漂 這兩兆的錢跑去哪裡了呢 就跑去給賴品瑜民進黨委員 他爸家裡開的公司嘛 他爸的公司就賺大錢啦 真是他爸的 好 然後再把這些錢 政治現金捐給了民進黨 那民進黨就等於是 掏空人民的納稅錢 好 那麼再來一個就是因為沒有核電 所以呢 然後風力發電也沒什麼電啊 太陽能就晚上就沒有太陽能啦 所以怎麼辦呢 那就只好燒煤啦 燒天然氣啦 陳吉仲今天就開始哭 哎呀 這個很多的老師都得了肺腺癌 既然你都知道很多的老師得了肺腺癌 你還鼓勵眼睜睜看著民進黨 要把火力發電跟天然氣發電 開好開滿嗎 不要以為天然氣就什麼問題都沒有 天然氣也是會增加二氧化碳的 也是會增加碳排放的 好嗎 所以民進黨其實是一個說謊的政黨 也是一個反制的政黨 是啊 我們的子評趕快繼續沖起來 而且剛剛有很多人抖內 我念一下 Flower Rukai 然後還有Hori 高文天 清淤 還有古柯家 謝謝你們的抖內 然後我們看到說你民進黨 都不管大家關心的事情 尤其還眼雙標 我們講了說大港開槍的部分 你知道嗎 蔡英文原本要去的 然後高中的籃球賽 你也去那個舉辦嘛 大港開槍你也是照辦嘛 但是學生的音樂的比賽 你卻沒有讓他來進行相關的比賽 所以李德偉就說 這個副辦 這個大港開槍 就像一場是民進黨 奪回高雄的慶功宴嘛 這個東西被說舉辦不舉辦 搞雙標之外 剛剛有特別提到 我們人民其實已經有做出個決定 告訴你我們的民調 美麗島電子報的民調說 台灣使用核電的發電的利弊 告訴你非常多人認為是利大於弊 是達到45.6 所以是認為說 希望能夠用核電的 所以方倫你怎麼看 我們的民意是這樣子 我們還要投公投 但是蘇貞昌卻告訴你說 你要用核電好啊 那你先問問看 你們新北市長侯友宜 對核廢料的意見 台灣人民在福島核災過後呢 更認為沒辦法處理核廢料 就沒資格談核能跟重啟核四了 現在是誰當家 而且民意在哪裡啊 你要不要看一下民意在哪裡 民意在哪裡 民進黨有在乎過民意嗎 他根本不叫民進黨 他叫做雙標黨 他或是他可以叫做民主退步黨 他從來都沒有在乎過民意 很多我跟強哥 我們常常在這個街頭去做演講嘛 最多人來問的問題是說 公投有用嗎 公投真的有意義嗎 公投民進黨會遵守嗎 我說老實話 這是我們台灣人民 唯一剩下一個合法的方法 再來就是武裝鬥爭了 但這是非常不希望發生的事情 可是現在的民進黨 他會不會遵從這個民意的結果 或者是公投的結果 我說老實話 我自己也不是很樂觀 我自己也是很緊張 為什麼 因為大家心心念念想說 我今年用公投的方式 不管是重啟何事 把萊豬擋下來也好 公投要仿大選也好 或者把藻礁永存都好 這些事情都是民意來解決 但是我們看到 這麼傲慢的行政院院長 他說什麼 他說 這個東西 你去問新北市長侯友誼啊 這個東西 我認為已經有共識了 不好意思 所有的共識在8月28號那天才會有真正的共識 在8月28號之前 那都是騙的啦 他現在把這些燃料棒也通通都送走了啊 那就是他沒有要關你 我們這個公投都還沒投完 他都不要理你了 所以你看他們就是硬幹 我就是硬堅持到底 我要走我2025飛河家園路線 當初在2018年的時候 我們在乙核氧綠第16案 就已經非常清楚的說 希望廢止掉 把這個條文拿掉嗎 他說好 我廢止 廢止完之後 繼續的把燃料棒往外送 廢止完之後 繼續的推行他的非核家園 廢止完之後 他們繼續的開始 我要大量的把這個中火又擴張啊 然後又要蓋三接啊 錨起來燒啊 搞到都有老失德的肺腺癌了 請問一下 這個今天民進黨政府 到底有沒有在關乎民意 還是說這個非核家園的神主牌 他們得抱著不放 我舉一個今天非常實際的例子 我今天接到一個陳情電話 打過來跟我講說 他是前議員 前台北市議員 那個陳姓議員 他原本是民進黨籍的 後來跳到台聯黨 但是他今天打電話來給我 他為了跟我講一件事 他還跟我講說 他的兒子女兒在日本 經過了福島核災之後 發現電價撐撐往上漲 真的受不了了 動不掉了 那我開始想說 拜託能不能恢復核電 才能將整個的能源政策穩定下來 將電價穩定下來 他們認為核能是現階段解決 整體環境問題 以及電價問題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解決方式 所以他是民進黨的 他後來跳到台聯黨 應該是超級超級獨泰的一個 一個民意代表對不對 不好意思 他跟我講說 我現在看透了 我現在看破了 民進黨這個非核家園 就是個騙人的 就是一個說謊的 拜託 一定要讓我們在節目上 把他講出來 對 所以我也先跟所有 我們直播前的好朋友們 跟大家報告 多少人都被非核家園 這四個字 偉大的理想 烏托邦斯的理想給騙了 但現在 我們即將要面臨現實的 就是台灣即將缺水缺電 那台灣人該何去何從